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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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药物激素作用下 根本剪不下来 除非能停药 放学后我替老师报了作业去办公室 却看见白景正在癌讯 他私自带了手机 被老师发现没收了 此刻正在要回 老师说 高考完我再给你 白景皱起眉头 老师 手机我可以不要 但里面有张照片 对我来说很重要 能不能让我备份一下 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他把手机递回给白景 我刚巧从他身后经过 眼角余光瞥见 他的手机壁纸 居然是一张女生的照片 我的脚步猛地顿住 那张照片不是我14岁参加芭蕾舞比赛 拿冠军后拍的嘛 事实上我是生病后才发胖的 15岁之前我身材纤细 学了七年芭蕾舞 我的舞蹈老师说我很有天赋 但我参加过很多比赛 每次我都能拿到奖 14岁这场比赛 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 那张照片是主办方拍的 我并没有备份 但我记性不错 之前看过一眼是不会忘的 白景是从哪里弄来这照片的 又为什么会设置成手机壁纸 他没认出来我吗 种种疑惑围绕在我心头 在回过神时 白景已经弄完了 他转身的瞬间目光落到我身上 见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不愿地拧起眉头 的确是不认识我的 但他又在办公室门口叫住我 谣言我都听说了 我对你没恶意 但这位同学 我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你的 他抿了抿唇 打亮我的目光调剔的像根刺 看你是个女生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有些小作文的功夫 不如好好减肥 没有男生会喜欢满是肥肉的身材 这两年听过太多这样的话 我都麻木了 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照片 白景你手机壁纸哪来的 出于私心 我并没有说出那是我的照片 14岁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隔着鸿沟 那是最美好的我 连我自己都羞于面对 白景却警惕到 你偷看我手机了 他目光逐渐厌恶 语气也变得不耐烦 就算你极度你也比不上他 不如管好你自己 我心情低落地回到教室 班长正在做统计 还有人要报名啦啦队吗 没有的话我交表呀 运动会前 每个班都要组啦啦队排舞 到时候会全校表演还要评奖 青春靓丽的少女 穿着裙子跳热舞 不知会引来多少人的艳羡 这是我们学校运动会的一大特色 高一的时候我因为在治疗 放弃了这个机会 这次我想争取 我喜欢站在舞台上跳舞的感觉 于是我站在角落 举起手轻声道 班长我想报名 话音刚落原本热闹的教室 顿时安静下来 同学们各种各样的目光 落在我身上 充满着恶意 这个死肥猪是不是疯了 学校啦啦队的短裙 没有三个家大马吧 他去跳舞 天啊 不会把舞台跳垮吧 就连台上的班长 都一言难尽地说道 简双 虽然报名讲究自愿原则 但你参加 那不是丢咱们班的脸吗 是的 我也觉得丢人 可话都说出去了 总要替自己争取 我沉默片刻轻轻道 班长 我想去 同学们不说话了 大概是觉得我真的疯得没救 这时 班花怪声怪气地笑出声说 班长 他要去就让他去呗 班花是我们班啦啦队的队长 他都发话了 班长只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等他去交表时 班花拍拍手 招来啦啦队其他成员说 咱们的节目可以改成 我怎么这么好笑了 他这么说 是因为啦啦队提交的节目 叫我怎么这么好看 他们打量着 我满是鄙夷 简双这个死肥猪 和好看沾边吗 还是班花善良 还给他这个机会 上去也是出洋相 班花就站在人堆前面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无非是想让180斤的我 衬托他的美 哪怕是这样 我也想抓住这个机会 我已经两年没跳舞了 对舞台的渴望 在这一刻战胜了羞耻 我以为有芭蕾舞基础 哪怕180斤 我跳热舞也不至于太差 但排练的时候才发现 因为过于肥胖 我需要比他们做更大的动作 才能看出幅度 别人跳三遍只是微微薄汗 我跳一遍就已经满头大汗 镜子里的我动作迟缓 笨拙 看起来就像个好笑的肉球 我尽力跟上他们的节奏 突然音乐停了 一个女生将我推倒在地 你跳的什么玩意 故意来拖我们后腿的吧 我跳的太过认真 被推时没反应过来 脚扭伤了 惨叫声响起 他们嗤之以敌 不就是摔了下吗 真会撞 两分钟后 我的脚踝肿了起来 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不对 赶紧叫了老师 我被送到医院 医生说我伤得还挺重 可能需要休养 爸妈向老师请了两个月的假 正好避开了运动会 啦啦队的女生们就在病房 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露出欣喜的表情 然而斑花却说了句 可是简双塌 参加了啦啦队呀 名字已经报上去了 她不排练怎么行 其他人立马附和起来 是啊 队形都排好了 缺了她怎么办 我妈微微皱眉 双双脚受伤了 这也没办法 离运动会还有那么久 你们从新排队形来得及 脚受伤了又不是断了 就是不参加排练也行 但运动会那天起码要来吧 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 老师明显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最后只跟我说 舞蹈视频我上传到班群 学不学看你自己 运动会那天你如果不来 那个位置就空着 我妈对老师的安排很不满意 但她知道我的舞蹈梦 叹了口气没在说什么 好在我恢复能力好 第三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 只是时不时还有些钻心的疼 我扶着墙慢慢走 在一间办公室门口被人叫住 简双 你怎么在这 好巧 温润好听的声音传来 我转过身 看见白俊怡医医生站在走廊上 手上端着杯冰没事 我也惊讶了 白医生 我脚矮了在这住院 你现在在这家医院吗 三年前我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 白俊怡是当时跟着我的主治医生的实习医生 他长得又白又帅 人也温柔有趣 当时给予了我很多鼓励 只是后来他实习期结束就离开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白俊怡邀请我进办公室 我白手拒绝了 三年不见他仍是清风济月 但现在我胖得没人样 在他面前总觉得难堪 和白俊怡在相逢 我的内心雀跃又伤感 但这种心情没维持多久 主治医生突然给我打电话 叫我回去检查 爸妈连忙陪着我 辗转到另一家医院 一系列繁琐的检查项目过后 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 互相安慰 结果很快出来 我们来到送医生办公室 没想到白俊怡也在 还朝我笑着挥挥手 正在我忐忑时 宋医生笑盈盈地放下结果 恭喜你呀 你终于可以断药了 断药两个字 清晰地砸进我的耳朵里 我的大脑短暂地嗡了下 宋医生还在跟我爸妈 叮嘱注意事项 但我的耳中已经听不进别的东西 最后爸妈连连道谢 我跟着站起来 紧张地抠着手指 在离开前 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我可以减肥吗 宋医生笑了 和白俊怡打去 还是小姑娘爱美 又对我说 当然可以 激素引起的肥胖 在停药后 是可以瘦下来的 我以前学芭蕾 本就养了一瘦体质 接下来的时间 我每天控制饮食和热量的摄入 坚持锻炼 短短一个月 我居然瘦下去二十多斤 妈妈看见后也没劝我 只是换着花样 给我做青石 默默地支持着我减肥 一个月后 我的脚恢复良好 复查的时候 白俊怡笑着说 恭喜你呀 好像获得新生了一样 连笑容都变多了 我感激地看着她 还要感谢你 她虽然没说 但我知道 是她联系的宋医生 给我做检查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在完成学校的作业后 将时间用来练舞 体重减轻 让我的身体逐渐变得轻盈 再加上我的舞蹈基础 我很快就学完了这支舞 临近运动会时 我妈去了一趟学校 拿回了拉拉队的队服 她扔在沙发上 没好气道 加大马的 你们班长给的 还用非常鄙视的语气说句 这是最大的马了 你要是实在穿不下 就自己想办法 他们看不起谁呢 我没说话 将裙子拿起来比了下说 可以了 稀气的话还是能穿 比起180斤的我 现在140斤的我 俩然瘦了很多 再加上我身高近1米7 身材匀称 常年跳舞 养成了良好的体态 使我看起来并不肥腻臃肿 我妈文言 走过来抱了抱我 咱们双双漂亮 是那些人没眼光 运动会前夕 热闹的班群 更显得骚动 大家纷纷讨论着 这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当然 话题度最高的 还是拉拉队的舞蹈 唉 你们听说没 这次拉拉队表现好的 可以组成校级拉拉队 每个班一个名额 那我们班肯定是班花了 它长得漂亮舞 又跳得好 底下立马一片风尘 这时有人开玩笑道 说不定是简双呢 我的名字对他们而言 就是茶余饭后的笑料 果然同学们的反应很大 简双 它就是去搞笑的 我敢保证 这次它吸引的目光最多 毕竟一个人当三个人嘛 不知道白景看见了 是什么想法 吓死吧 被这种肥猪喜欢 人生耻辱 我叹了口气 放下手机 转身上了体重秤 嗯 心情顿时变好了 第二天 我带着队服在路边打车 这时 一辆小车停在我脚边 车窗摇下 露出白俊逸那张温和的笑脸 她笑着问道 要不要坐我的车 我犹豫了下 我要去学校 会不会麻烦你 正好我也去 这个点不好打车 我没有再犹豫 上了白俊逸的车 车里放着悠扬的音乐 白俊逸不是个话多的人 只专注地开着车 察觉气氛有些尴尬 我找话题问他 你去学校干什么 白俊逸说 我的堂弟跟你一个学校 他今早走时忘记拿东西了 我替他送过去 车子在后门停下 我向白俊逸道了谢 就疯狂朝教室跑去 跑到教室后才发现 我把队服落在他车上了 这个时候再回后门拿 已经不可能 白俊逸恐怕早就不在那里 而我出门的时候 又没带手机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教室门口 恰巧斑花 带着拉拉队的成员出来了 看见我他们脸上都露出惊讶 减霜 没想到你真的赶来 两个月没见 他看着是不是瘦了点 我今天穿的 依然是曾经的三个家大马校服 宽大的衣服 遮住了我暴瘦的身材 他们并没有一眼注意到 屁啦 肯定是太久没见 你出现错觉了 就是 死肥猪这两个月长胖了 还差不多 斑花扯了扯嘴角 冷笑了声 既然来了 就跟我们去换衣服化妆吧 眼见着他们要带我走 我叹了口气说 我的队符落在朋友车上了 我先去找学校再借一套 这是我想到的应急的办法 哪知斑花他们却怒了 死肥猪 队符都能弄丢 怎么不见你把你人弄丢 就是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入场了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又胖又胆小 还丢三落四 怎么会有你这种满身缺点的人 他们厌恶地看着我 将赛前紧张的心情化为力气 尽数洒到我身上 我抠着一脚想要反驳 这时 走廊一端传来稳重的脚步声 白俊逸拎着我的袋子 出现在我们眼前 向来温润的男人 此刻面上是彻骨的含义 白俊逸的出现猝不及防 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他便上前两步 把队符塞到我手里 同为女生 却用这么难听的话 羞辱另一个女生 你们觉得很自豪吗 几个女生脸纷纷红了 但我知道他们并不羞愧 只是因为白俊逸很帅 而他们被这么帅的男人批评了 斑花去撇撇嘴 是简双自己犯了错 就要有被骂的觉悟 再说了 我们不过是替他长得记性 如果他高考忘记带身份证 监考老师会通融他吗 白俊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做错事后 迅速找到了补救的办法 你们身为同伴不帮忙就算了 还落井下石 你觉得自己没错吗 斑花怒了 我有什么错 你是他的人 当然帮着他说话 但我还轮不到你来说教 他说完就拽着其他人要走 谁知刚一转头 就看见白俊从教室里出来 看见我们这群人 他微微皱眉随即出声道 堂哥 你不来找我 在这里干什么 斑花难以置信地看向白俊逸 又看看白俊 所以他刚才是骂了白俊的堂哥 白俊逸人惊似的 怎么看不出斑花的错愕 他对抬脚走过来的白俊道 你怎么在学校 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都教 我愣了下 还是第一次见好脾气的他 这么对人 白俊促了促眉 看了眼斑花说 我跟他不熟 斑花的脸煞石白了 其他人也都神色各异 他一向在班上营造和白俊关系好的人设 甚至年纪还有人磕他俩CP 白俊这话 无异于再打他的脸 既然事情解决 白俊逸转身拍拍我的后脑勺 重新挂上笑容 别发呆了 去换衣服吧 我朝他道了声谢 要走时他说 比赛加油 我也会看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有些脸热 白俊这时像是才看见我似的 眉头皱起 堂哥 你认识他 白俊一承认了 白俊拧了拧唇 盯着我远去的背影 欲言又止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别被他骗了 剩下的话我没听见 也不知道 白俊一是怎么回应他的 因为这一查 我又被孤立了 他们换衣服不带我 将我独自撇在一边 化妆也不给我留位置 等他们终于换完衣服 化完妆 嘻嘻哈哈地结伴离开 我才终于有了位置 眼看着时间不早 我赶紧换了队服 走出来时 化妆师小姐姐正在收拾东西 看见我他惊讶道 哎 你也是拉拉队的呀 我还以为你没参加呢 我点点头 可以帮我画一下吗 我带了钱的 小姐姐友善地笑了笑 学校已经给了钱 你不用再另外给 快过来做吧 时隔三年 我又一次化上舞台妆 心里已经不可抑制地紧张起来 小姐姐看出我的紧张 笑着安抚道 你的皮肤很好呢 五官也很明艳 要是减减肥 肯定更漂亮 二十分钟后 一个简单妆容完成 我深呼吸许久 终于鼓起勇气 迈出了第一步 上午九点半 各班已经搬着板凳 坐在操场 翘首以盼 白颈穿着白衬衫西服裤 手里拿着话筒 作为主持人上去开场 我们班的节目 再倒数第三个 此刻斑花她们 正穿着热辣的 陆棋短袖和白者裙 在班级队伍中打闹 哎 马上要开始了 简霜怎么还没来啊 我估计 她连衣服都穿不进去 正在更衣室哭吧 已经迫不及待 看她等会出丑了 其他同学文言 立马感兴趣道 不是吧 简霜真来了 她真敢来啊 不怕成为全校的笑柄 哎 突然期待起来了 我走到班级队伍时 就听见她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我 当我出现所有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 我没有像斑花她们大喇喇穿着队服 而是在外面套了件校服外套 越是如此 她们还是看出了我的不同 是我眼花了吗 怎么突然觉得简霜变漂亮了 化妆的原因吧 亚洲邪术呢 死肥猪也能变成杨玉环 可是她的腿真的比以前细了一圈啊 你们说简霜甚至减肥了 我在最后一排坐下 班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简霜 你真是好手段啊 勾引不到白锦 就勾到她的堂哥 你以为这样就能接近白锦 刚才白俊逸让班花落了面子 她不敢对她 只能把火气撒到我身上 我目不斜视地看着舞台无奈道 我没有 其实我本应该有更好的解释 比如我只是把白俊逸当成哥哥 没有那么多歪心思 但出于私心我并没有说出口 班花哪里相信讥讽道 那个男的比我们大不少吧 看着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简霜 这么老你都能下得去手 你可真恶心 我的双手陡然钻成拳 她怎么能这么羞辱白俊逸 我猛地站起来 逼试着班花 她本就比我矮 被我这样看着 气势上立马输了 我问她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她后退两步 赌什么 就赌这次笑啦啦队的名额 是你的还是我的 我扬着下巴 恍惚间回到了以前跳芭蕾的时候 那时我是最高贵的白天鹅 班花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吃笑道 就你这个死肥猪也敢跟我争 好啊 赌就赌 你要是输了 就跪下舔我的鞋 我也露出笑容 如果你输了 就当着全班的面 给我和白俊逸道歉 比赛进行了很快 没过多久 舞台上的广播里 就传来白锦轻润的声音 下一个节目 请我怎么这么好看 做好准备 拉拉队的其他成员 立马站起来 兴奋地朝前面走去 我落在最后脱下了外套 时刻注意着我们动向的其他同学 立马霍了一声 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减霜真的瘦了 卧槽 她的腰都细了两圈 而且她的皮肤真的好白呀 哪怕班花她们涂了粉 她都比她们白了好几个度 你敢说班花 你不要命啦 她们的话传入班花耳中 她转头扫我一眼 有片刻的惊恶 但仅仅是片刻 她又冷冷吃笑 我说怎么有勇气和我叫板呢 原来是偷偷在家减肥了 其他人立马附和道 她就算减肥了 也是个死肥猪 哪有你漂亮 是啊 况且两个月可不够 她打好舞蹈基础 她肯定没你跳得好 班花满意了 带着其他人去后台后场 我跟在他们身后 一言不发 走进后台时 白景正在和另外一个女主持人 对稿子 她的余光 瞥见我们进来 下意识抬头看来 目光从我们身上随意地掠过 然后猛地在我身上定格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没有眼瞎的人都看得出来 她这话是对着我问的 我突然想起那张被她作为 手机壁纸的照片 所以她是真的没有认出我来 班花也没想到 白景居然会主动和我说话 她愣了下 旋即笑道 你忘记了 她就是那个喜欢你的死肥猪啊 白景微不可查地皱起眉头 我说的不是这个 她当然认出我是在办公室门口 被她言语羞辱过的那个胖子 不过她实在想不起 只好摇摇头 你瘦了很多 这是她跟我说的第二句话 我混不过去 只好含糊道 我俩奇怪的氛围 让班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恰好这时 传来主持人爆目的声音 我们赶紧走了出去 灯光骤然熄灭 我们按照事先排练好的队形站好 我站在最右侧 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 而班花面带微笑 穿着热辣短裙站在C位 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欢呼 目光汇聚过来的那一刹那 我的身体不可抑制地轻微颤抖 我有三年没有在站在舞台上 曾经的我是天鹅公主 是舞台上最耀眼的存在 但这一切的骄傲 都被这三年来的嘲笑和打压 磨灭殆尽 我以为我永远没有勇气再回到舞台 音乐骤然响起 瞬间唤醒了我的肌肉记忆 学舞蹈七年 对舞蹈动作 表情管理等等 就像是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哪怕这个舞我才练两个月 但效果自然比其他人好了许多 此刻同学们的目光 仿佛都离我远去 我沉浸在舞蹈中 沉浸在舞台的灯光下 浑然忘记世界 忘记伤害和悲痛 殊不知一开始不起眼的我 在台下掀起了多大的波澜 评委老师起先是没看到我的 但随着第一个part落下 他们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我身上 这个女生跳得太好了 每个动作都很随心到位 她不像是在跳舞 像是融入了音乐 表情管理也很好 给人一种酒精舞台的感觉 说得对 她就像是天生为舞台而生的 昔日嘲笑过我的同学 在这一刻也屏息宁神 哪怕不想承认 但他们的目光 深深地被我吸引 等他们反应过来 纷纷在心里卧槽了声 自己怎么被一个肥猪 跳舞吸引了 但他们转头看到 其他班的同学 也都是一副惊艳的神色 心里立马好受了 不是我审美出现问题 是简霜真的跳得好 她怎么这么会跳舞 太好看了 简直像换了个人 突然觉得 简霜不是肥猪了 她身材微胖得刚刚好 呜呜呜呜没救了吗 后台摆紧双手猛地收紧 她脸上怀疑的神色更重 最后深深地看着舞台 一言不发 一支舞蹈很快就结束了 收尾动作做完 我渐渐回归现实世界 耳边听见了雷铃般的掌声 眼神所见之簇 评委老师和同学们 都满意地看着我 我终于回过神来 深深鞠躬 因为我站位偏后 班花在舞台上并没有注意到我 比赛结果公布出来 我们班破天荒地拿了第一 所有人都高兴疯了 领奖前 他们将我按在位置上 不让我跟着去 这次运气好 没让你拖到后腿 但你这副样子 上台也是倒胃口 别去了 就是 我们拿第一跟你又没关系 如果不是你 可能我们的分能更高呢 双拳难敌四手 况且我本就对颁奖不感兴趣 于是便坐在位置上 没过几分钟 后台做志愿者的同学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哪个是简双 我默默地举起手 你快跟我来 他拉住我的手 没有你可怎么颁奖呢 我一脸猛逼地跟着他来到后台 学校的舞蹈老师 和另外几个评委 已经在等着了 见我过来 他们打量我几眼 玄机露出欣赏的笑容 简双是吗 我们刚才看了你的表现 觉得你的舞蹈非常有感染力 想聘请你做学校拉拉队的队长 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我 他们瞪大眼 死死盯着舞蹈老师 仿佛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似的 当花率先没绷住 老师 你是不是弄错了 他这么胖 怎么能担任拉拉队队长呢 舞蹈老师对我很满意 摸了摸我的头 是 没弄错 虽然他身材风云 但是跳起舞来 却丝毫不觉得累赘 做动作反而比你们都轻盈 他不知道 学生之间的勾心斗角 只说了句大实话 然而 帮花他们的脸色 却迅速沉了下去 然后是他们不情愿 结果已经定了 我露出感激的笑容 朝老师道谢 等他们离开后 帮花他们迅速把我围住 你这个死肥猪 你到底用了什么招数 你是不是偷偷学跳舞了 故意藏着掖着 想给我难堪是吧 结果既定我有了底气 只是帮花说道 不要忘记我们的赌约 帮花那张脸都扭曲了 你要我当的全班 给你这个死肥猪道歉 你在做什么白日梦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 他说着 给其他几人使了个眼色 把他衣服给我扒了 我倒要看看 等你传出不雅照 学校还敢不敢聘请你 我立马攥住衣服 警惕地后退 退到门口时 却撞进了一个温热的胸膛 紧接着 白紧冷冽的嗓音传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烫到似的立马让开 白紧瞥我一眼 踩着步子走进来 浑身气场泯烈 帮花已经笑不出来了 他勉强道 白紧 这是我们班的私事 你不要管 私事 在公开场合霸凌同学 影响的是学校的脸面 这也叫私事 刚才还强势地搬花 现在楚楚可怜道 可是白紧 你不是向来不喜欢多管闲事吗 我眉头皱起 鼓起勇气说了句 你怎么这副表情 搞得好像我欺负了你 白紧又看了我一眼 我轻壳一声闭了嘴 他却不肯闭嘴了 揪着我问 你是不是叫简霜 我俩虽然一个年级 但平时根本没交集 如果不是斑花 把我的日记捅出来 白紧恐怕连学校 有我这个人都不知道 虽然之前和他有过节 但他刚才也帮了我 于是我点点头 是啊 白紧目光变得奇怪 冰霜的霜 对吗 对 白紧突然笑了 他长得清冷孤高 这一笑就像雪山融化 带着点暖洋洋的意味 我不明所以 下意识后退 白紧却看向斑花 脸上还带着似有若无的轻笑 淡淡说 减霜的事不算闲事 斑花一定觉得白紧疯了 事实上 我也觉得他脑子或许被门家了 他说完这句话后 就堵在门口 拿出手机 给叫乌促打的电话 很快叫乌促的老师来了 白紧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老师们目光瞬间变得严厉 斑花他们被老师带走 不出意外 这份处分是吃定了 事情解决完 我也不想多呆 向白紧道了声蟹就想走 他却伸出胳膊将我拦住 我抬头疑惑地看着他 白紧的目光 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期待和兴奋 他舔了舔唇 有些紧张地问我 三年前那次舞蹈比赛 跳芭蕾的那个小姑娘 是你对吗 记忆回笼 我猛然想起他的手机壁纸 我的反应被白紧尽收眼底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果然是你 我找了你三年 我觉得他表现得过于激进 后退两步道 我不知道 我是当时主办方的儿子 在台下看到了你的舞蹈很震撼 他上前两步 像是要把我困在他的怀里似的 简霜 我有句话在心里埋了三年了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的心不可抑制地跳动起来 不是心动是害怕 我预料到白紧可能要说什么 可我一点不想和他谈这些 他之前跟我说过的话 历历在目 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 什么话 我抬起头直直地看进他眼里 是想警告我不要接近你 还是提醒我减减肥 否则不讨男孩子喜欢 白紧猛地僵在原地 我推了推他的胳膊 麻烦你让一下 白紧被烫到似的 猛然惊醒抓住我的手 我之前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没想到你 你会长得那么胖 一下子没认出来你 才会说出那些话 可那都是你的心里话不是吗 如果你今天没认出我 或者我不是三年前跳舞的那个女孩 那对你来说我就是个恶心又油腻的舔狗 你的那些话没有说错 至少你自己认为没错 白紧的脸色一点点白起来 昔日伶牙俐齿的他 就像是被扼住喉咙似的 说不出半个字 他只能哀求地看着我 对不起 简霜 我知道错了 我没有恶意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一定会弥补你的 你不要讨厌我好吗 他语无伦次地说着 我叹了口气 白紧 你不用这么卑微的 你不懂 白紧说 简霜 我已经忘不掉你了 这话过于直白 我听得脸一热 一时间拒绝的话卡在嘴边 然而这时 门口却传来一道清冷的嗓音 我来得不巧 白紧如梦初醒松开了我 又恢复成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我俩转头 看见白俊逸嘴角带笑 目光从我俩身上一扫而过 只是这笑容 怎么看怎么胜忍 白紧率先开口 堂哥 你怎么过来了 白俊逸淡淡地说道 到处走走 白紧有些肝大 舞蹈比赛结束了 等会我有跑步比赛 你来看吗 不看了 医院还有些事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行 白俊逸突然说 白紧猛逼了 什么 白俊逸没看我 只说 我对你们学校不熟悉 我怕迷路 你送我去校门口 白紧咬了咬牙 不甘地看了我一眼 最终 他只能跟着白俊逸离开 等他一走 我立马跑出去 经过垃圾桶时 去看见里面有一束 非常漂亮的满天星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校内人士是不可能订花的 这花只能是校外人人拿进来的 突然间 我想起白俊逸刚才那略有些暗淡的眼神 我的心突然砰砰砰地跳起来 和白紧给我表白时的心跳不同 这次我残缺的心脏 在为一个男人心动 比赛结束后 我被选为拉拉队队长的是 在年纪组传遍了 以前关于我的传言 最多的就是死胖子 肥猪 我的逆袭让其他同学很兴奋 还有件更让他们兴奋的事事 向来眼高于顶 被称为高领之花的白锦 突然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又过了两个月 我的体重已经瘦到了110多斤 和曾经180斤的我 判若两人 直到这时 同学们才经觉出 减霜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看了 果然减肥是最好的医美 难怪白锦突然那么迷他 他是懂什么叫潜力鼓的 我都想追他了 得了吧 人家连白锦都看不上 能看上你 和我的风光无几相比 帮花这些天过得就很狼狈了 他吃了学校的处分 没选上拉拉队的队长 从前拥护他的人 开始逐渐疏远他 甚至还有人跑来 找我道歉 而白锦也对他表示出明显的厌恶 如果说处分他还不放在心上 但白锦的态度 让他彻底不敢再找我麻烦 毕竟白家 在学校的地位真的很高 早上白锦从我们教室路过 他把一份早饭 放在我的桌子上 顺手想摸我的头 别光顾着减肥 早饭要吃 我躲开他的手 谢谢 我吃过了 跟我有什么好客气的 这段时间 白锦对我已经非常自然熟 我皱了皱鼻子 忍住心里的不适 开口道 白锦 我问你个事 他已在窗边 眼神一错不错地盯着我 像是看入迷了似的 什么 我斟酌了下 有些小声道 你知道白锦衣去哪儿吗 我这段时 监督没看到他 我的话让白锦的笑容顿时沉下去 他像是突然长出刺的刺猬似的 直起身体怪异地问道 你关心他干什么 自从上次运动会后 我再也没见过白锦衣 我才惊觉 原来不是刻意制造机会见面的话 我们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抿了抿唇 不愿回答他这个问题 只是样样道 你不知道就算了 我当然知道 白锦皱起眉头 语气带了点刺 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哦 我收回目光不再看他 我要上课了 你快回你自己教室吧 白锦气笑了 简双 你把我当什么 我追着你捧着你 不是让你去关心我堂哥的 周围的视线立马投了过来 白锦你有病吧 我瞪了他一眼 我就问一句 你干嘛这么大的反应 你是不是喜欢我堂哥 他阴瑟瑟地问我 我张了张嘴 脸红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白锦气得胸口起伏 闭了闭也没忍住讥讽道 你死心吧 我堂哥不可能喜欢你的 他比你大了 整整八岁 你们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很想打他 但骨子里的教养时 我只是翻了个白眼 谁说我要跟他谈恋爱了 你不要胡说 那就是你善相思 白锦更生气了 我真不知道 白锦气有什么好的 他一个老男人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他哪里都比你好 我终于也生气了怒道 白锦气比你温柔还 比你有教养 起码他不会 看不起180斤的我 白锦你不会以为 全世界的女生都要喜欢你吧 我就是不喜欢你 现在不会 以后更不会 白锦脸色彻底黑沉 他眼中涌动着熊熊火苗 双手紧紧攥住 我后退两步 有点害怕 他会忍不住打我 但最后他也只是 咬牙切齿地扔下一句 行 减霜 你有种 我以为经此一事 白锦会再也不找我 谁知周末的时候 他突然打电话 叫我出门 我在电话里 不情不愿地问他 干什么 白锦暗大着脾气 你不是要找我堂哥 我带你去 虽然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好心 但想见白锦脸的心 战胜了对他的警惕 我犹豫着跟他上了车 车子在一座庄园前停下 我一下车 就看见许多豪车停在门口 场面壮观 这个时候 我倒有些胆怯了 怎么这么多车 白锦礼了礼身上的衬衫说道 今天是我妈的生日宴会 我瞪大眼 那你带我来这带什么 他理所当然道 白锦他爸跟我爸是手足兄弟 我妈的生日会 他当然会出席了 见我愣着他催促我 去不去 我鼓起勇气 去 白家不愧是豪门 一个生日宴会 举办得十分奢华 进去没多久 我果然看见了白俊逸 和穿着白大褂的他不同 今日他西装革履 举手投足肩满 是成熟的韵味 对我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他周围聚着很多大人 他们喝着红酒谈天说地 是我根本容不进去的气氛 我大概知道 白锦带我来的目的了 他想让我看看 我和白俊逸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白锦端着果汁来到我身边 喝吗 我下意识接过来收回目光 说一声谢谢 白锦没说话 等我喝了两口后 他才看着不远错的白俊逸 意味不明道 简霜 你们不合适 我捧着杯子没说话 白锦继续说 白俊逸那样的人 他是根本不会爱谁的 更何况你对他来说 就是个小妹妹 可我不一样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们同龄 有更多共同话题 可以彼此陪伴长大 不好吗 我慢慢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然后抬眼正色道 白锦就算不是白俊逸 也不会是你 他猛地攥紧杯子 为什么 我看见他眼眶微红 被衬衫包裹着的身躯 正在微不可查地颤抖 为什么你之前还喜欢我 突然间就不喜欢了呢 我很难向他解释 喜欢与不喜欢这个东西 他是天之骄子 生来就享受无数追捧 觉得所有人都会喜欢上他 他或许很难明白 我最后看了眼 公愁交错中的白俊逸 叹了口气起身 离开了眼会厅 或许白锦是对的 这里的确不太适合我 我向往舞台和灯光 如果被困在这种地方 我是绝对不会开心的 我在庄园门口等着打车 身后突然传来沉稳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我可太熟悉了 但我不敢转头 只能将着背脊站在那里 连呼吸都轻了半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或许一分钟都没有 我突然听见一声 很清很淡的叹息 是你自己要来的 经过刚才的事 我也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情 面对白俊逸 最后由于很久 我转身笑着说 嗨 好久不见呀 白医生 话刚说完 眼前突然一黑 白俊逸居然上前 直接把我抱进了怀里 这些天我总在想 你终归是自由的天鹅 我不能因为私心 就束缚住你 白俊逸 清清冷冷的声音 自我头顶传来 但是减霜 是你自己要来的 我愣了好久好久 最后脑子里只剩一句话 白俊逸 他好像似乎是在给我表白 所以他也喜欢我吗 这个认知让我兴奋的脸立马红了 不是的 白俊逸 你对我很好 怎么能叫束缚呢 他微微松开眼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问道 你真的这么想的 是啊 我比你大八岁 不是很好吗 以后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位老师 白俊逸笑了 他摸了摸我的头 是老师 也是爱人 爱人两个字让我的脸瞬间爆红 他正色道 以后我不会束缚你 会全心全意支持 你做你任何想做的事 但是我愿意成为你的后盾 白俊追出来时 就听见这么句话 他目光深深地看着我和白俊逸抱在一起 最终咬咬牙转身离开 白俊逸翻来 我从国外回来第一天 导师送医生就给我打电话 问我还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实习 不去了吧 我回答的很是犹豫 松医生语气含着担忧 我听说你在国外发生的事了 但他并不能怪你 你不要太自责了 挂断电话 我心情复杂 入过医院门口时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走了进去 拐脚簇有人在哭 是妇女凄厉而又隐忍的哭声 这种声音我听过太多 甚至在某些时候的每个夜里 我的梦中都回荡着这样的哭声 我有些不耐烦地想走 余光却披荐蹲在地上的小姑娘 她很瘦 身材纤细 皮肤苍白 学中医六年 我一眼就看出她病了 哭声来源于她身边的妇女 那应该是她妈妈 身为病人的少女 脸上却并没有多余的表情 她努力扬长脖子 想要安慰妇女 纤细脆弱的样子 像是一只漂亮却落难的天鹅 我突然想起 在国外待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被病人家属围堵在医院里 遭受难骂时 那个患白血病的小女孩 拽着我的白大褂问 哥哥 你不要怕 你会继续救人的对吗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宋医生替那女孩做手术 我也从她的口中 知道了她的名字 简霜是个芭蕾舞者 不过她以后 可能永远都没机会再跳舞了 宋医生对我说 我沉默地看着她的病例 以及开的那一系列药物 我知道为什么 药物含有激素 她会胖起来 而芭蕾舞不适合胖女孩 路过简霜的病房时 我忍不住抬眼朝里面看 她坐在窗边 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正看着窗外 有风吹过来 带动着窗帘和她的发丝 一起随风飘动 她看起来很无助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我敲门走进去 在想什么 我将单子放在桌边 你的手术很顺利 配合衣嘱的话 很快就能恢复如常 简霜慢慢地转头 税嫩的脸上满是不信任 你在骗我 我知道有什么后果 她非常平静地说 这一刻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下 有些细腻地疼起来 我的声音比大脑快一步开口 你不哭也不怕 她笑了笑 我七岁开始学芭蕾 吃了很多苦 但老师总说熬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好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总觉得什么都能熬过去 况且我不会服输 她仰着头看我 脖梗下青色血管 若隐若现 看起来破碎极了 我突然发现 我还不如一个小姑娘勇敢 我拒绝了父亲的劝说 重新扎回了医学事业 宋医生很欣慰 你能想清楚就好 我开始研究 有关先天性心脏病的案例 想从中找出 对身体损伤最小的治疗方法 谢天谢地 两年的时间 她的身体迅速恢复起来 但她却越发沉默又痛苦 从小到大 所有人总说我迟钝 我想是的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她越来越不开心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 宋医生听完我的苦恼后大笑说 因为她长胖了呀 小姑娘都是爱美的 是吗 可只要停药后 肥总能减下去 小女生的心思难猜 于是我的目光 从关注她的病情 转为关注她的生活 直到那天 她被人欺负地摔伤了脚 我终于坐不住了 小姑娘用亮晶晶的目光 看着我 叫我 白医生 好久不见 我承认一开始 我只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 但怎么办 感情这东西 哪能收放自如 简双她们学校要举办成人礼 校方邀请她 去跳天鹅舞 你答应了 她窝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 正在被鼓吻 听见我问 她抬起头 咬了咬唇做思考状 我没有把握 还没得有回复老师 她总是这样 缺乏一股坚定的信心 我知道 她只是想把一切事 都做到尽善尽美 于是我放下文件 走到她身侧 答应吧 你觉得我可以吗 她转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怕我做不好 你当然可以 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你可以比任何人都做得好 她窥叹了声 好吧 我知道她总是这样 一旦下定决心 就无论如何都会完成 说完话 她就来抱我的胳膊 温热的体温 透过薄薄的布料传到我身上 我的心间不可抑制地一颤 她像所有热恋中的女孩一样 黏人又可爱 眼巴巴地望着我 向我确认 白俊逸 你喜欢我吗 我喉咙滚了滚 突然觉得有些痒异 我忍住了 低头目光暗色道 喜欢 她往我怀里钻 小手抱着我的腰 一副很开心的模样 我也喜欢你 白俊逸 你真的好帅 她甜蜜蜜地说着好听话 我不禁失笑 伸手捏住她的鼻梁逗她 只是因为我帅 你才喜欢我吗 当然不是 她急于证明 你还很温柔 总是给我帮助 白俊逸 你像一束光一样 我正了正 没想到 她会这么形容我 可对我来说 她才是我的光 我愣了好半场 简双突然呆呆地看着我说 白俊逸 我想亲你 我耳间猛地哄了 活了26年 没想到被一个小姑娘聊了 我目光在她 红润饱满的唇上一扫 克制地摸了摸她的头 乖 你还小 成人离很快到来 简双穿着天鹅裙 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演出 她总说自己太久不跳舞 可能会搞砸 但当她随着音乐起 沉浸在音乐中的舞蹈 那一刻仿佛她就是高贵的天鹅公主 所有灯光和目光 都全部汇聚在她身上 当她羡慕 台下轰动的掌声 仿佛在告诉她 你做得很好 我坐在台下 无声地注视着她 那是我的女孩 演出结束后 我走到后台 不欺然听见白锦的声音 她正在夸简双 她的态度算得上冷漠 白锦到底年轻气盛 跌不住了 问她 我哥对你好吗 很难想象 她那样的男人会喜欢你 如果你跟她分手了 我随时欢迎你回来找我 我恰好进门 看见简双难以置信地看着白锦 你这是什么话 难道你想做小三 白锦背对着我 没发现我的到来 咬牙切齿了几秒 声音像是从嗓子眼挤出来似的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只要你喜欢我 不可能 我忍无可忍 出声打断了她 白锦气势汹汹的表情 在瞬间引起息鼓 她肩膀都搭了下去 招呼也不想和我打 哼了声就离开了休息室 简双又黏黏糊糊地蹭到我面前 白锦衣 我不喜欢她 我只喜欢你 嗯 你恩什么 你倒是给我个反应呀 她漂亮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 我被看得躁得慌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手上的动作便快一步挑起她的下巴 低下头稳了上去 她和我想的一样甜 我食髓之味地舔了舔她的唇瓣 克制地亲了几下 随后离开 简双瞪着眼看着我 脸颊慢慢红起来 她愣了好久才说 白锦衣 好神奇 我不明所以 嗯 她很有探讨精神地说 亲吻好神奇 触感像是果冻一样 而且你刚碰上来 我就觉得腿软 我赶紧捂住了她的嘴巴 她真是什么都敢说 简双翻外 22岁那年 我受白锦衣所托 去教她小侄女跳舞 在车上时 我扯着她的一脚丸的起劲 开玩笑道 白锦衣 你确定是小侄女 不是你的私生女 恰巧路过一个红灯 白锦衣把车停下来 气飞深邃的眼睛 定定地看着前方 半嗓她轻咳一声说 只有你 我没听清 什么 白锦衣的耳朵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她非常郑重地 又重复了一遍 我从牵手到拥抱 到亲吻 到只有你 我瞬间明白过来 她话里的意思 车子重新启动 我闷闷地笑了 心想这个老男人 还挺纯情 我俩一起去了 她在城中的别墅 给她侄女教完舞蹈后 顺路去上了趟厕所 回来时 便看见那女孩的父母 来接她 几人站在一楼客厅 和白锦衣随意地说着话 你竟然还不打算结婚 不急 你都三十了 还不急 那你打算什么收集 我们都知道 你那个女朋友年纪小 别到时候人家玩够了 不要你了 我看你找谁哭去 他们一说完抬头 对上我含笑的目光 几人善善地 打了个招呼离去 等人走后 白锦衣说 要在家里做晚饭 她朝厨房走去 我却猝不及防 扑到她身上 将她扑倒在沙发上 脸埋在她的脖子里 就开始亲 白锦衣 欲聚还赢了几下 直到我说 早就想亲你了 别动 她猴头滚动 嗓音色哑 减霜 别乱来 别乱来 我忍不住 我笑嘻嘻地 看着我俩的头发 缠在一起 鼻尖挨着她的鼻尖 轻轻道 那就别忍呀 谁叫你忍了 她眼神狠狠地 暗了暗 突然翻身 将我反压在沙发上 一个小时后 我扶着酸痛的手 满脸哀怨地 看着她的背影 她却很好心情 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乖 还没结婚 先欠着 我咬了咬她的手腕 冷哼了声 晚饭自然是没时间做了 我换了衣服 白俊逸开车 带我去吃饭 晚上送我回家前 我神神秘秘地 让她在楼下等着 然后回家 悄悄地 把户口本 偷了出来 白俊逸坐在车上 我敲了敲车窗 她疑惑地摇下 目光含笑 怎么 后面的话 被她咽在了喉咙里 我逆着月光 笑盈盈地 朝她晃了晃手里 红彤彤的户口本 隔着车门问她 白俊逸 我有个婚想和你结一结 你愿不愿意 她的眼圈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了起来 我看见她 银白肌肤上 慢慢爬上的红韵 那双黑如钥匙的眸光 一错不错地盯着我扮上 她睫毛颤了颤 突然笑了 笨蛋 她开口 这种事 要让男人来 我瞪她 谁说女孩子不能求婚了 别管 你到底愿不愿意 白俊逸握住了我的手 替我抚平了初秋的那点凉意 过了许久 她打开车门 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明天我买些礼物 来你家吃顿饭可以吗 好呀 婚礼那天白景也来了 22岁的白景 比18岁的她倒是稳重不少 我们敬酒时 白景红着眼坐在角落 一言不发并没有领我们的酒喝 后来酒席散去 我想去后台换衣服 碰见正在走廊吹风的白景 她敞着衣领 满脸病奄奄的神色 早就看见了我 那双眼睛一直追随着我的身影 我绷住了脸色 像是没看到一般经过她 简霜 谁知她去叫我 嗓音又哑又苦 你今天很漂亮 我离她远了几分 谢谢 我在想 她并没有结束话题的意思 反而碌碌痛苦 喃喃自语 如果那个时候 是我先白俊逸一步认出你 是我一直保护你 在学校也不曾说过羞辱你的话 那么今天的结局 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我有些恍惚地看了她一眼 少年曾经张扬的眉眼 此刻竞数变得破碎 可哪有那么多假设 就像白俊逸出现在 我14岁最脆弱的时候 她是救赎我 陪伴我的生命里的一道光 而白俊逸22岁那年 最颓然的年纪 也是因为我的出现 让她重新振作 找回了人生的目标 我和她之间 哪能那么轻易被替代 见我不说话 白俊深深地叹了声 好吧 我知道 是我来晚了 我从来都比她要慢一步 我点点头说 你知道就好 白俊朝我朦胧一笑 减霜 新婚快乐 一切结束后 我回到房间 白俊逸正靠在床头 头发遮住眼帘 她闭着眼 似乎在养神 我笑盈盈地走过去 摸了摸她的脸 喝多了吗 谁知她突然扑过来 掐住我的腰 清了下来 她的蚊很温柔 不禁让我沉溺 这一清就清了十多分钟 过了会白俊逸说 减霜 我爱你 嗯 我知道 我也会让你知道 选择我才是正确的决定 她说完后 又凑过来亲我 渐渐地不老实 从我下巴下矣 绵密柔软的唇 落在我的脖梗醋 像是在亲吻 又像是在清秀 我被她弄得很舒服 恍惚间慢慢回想她这句话 突然明白过来 白俊逸这个闷骚的老男人 不会是在吃醋吧 白俊逸 我在间隙 微微轻喘着问她 你刚刚是不是听见 白俊和我说的话了 她没回答 只是落下的吻更重 我呼吸加重又喊 白俊逸 她从鼻息间哼着问 嗯 我望着天花板 过了半晌 抱紧她说 你清点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